你 你就不怕我向证监会举报你吗 有时候为了长远的利益 你给你小丑的牺牲在所难 不是所有人都会用牺牲别人的方式 来保全自己的 至少元帅在的时候就不会 我警告你现在 再来买出是我肚里说了算 不是他元帅 不要拿我跟他相提兵了 就算我不举报你 你早晚有一天也会自食恶果的 我希望你可以向总部坦诚 你所有违规的事 我有我自己的处理方式 不用你来讲 更何况你们俩现在也不好过吧 推荐信的事情 是你搞的鬼 找我什么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这样的人 什么时候开始 我从始至终都没有骗过 我告诉你 我一开始接近你 我就是为了利用你 万山的事我骗你了 省心地走也是我一手策划的 包括你爸 我也另有活地 但我唯一变的就是我变得 越来越在乎你 你知道吗 但是到头来呢 到头来我发现我在你心里的 位置前变得越来越像 所以我 所以你就想毁掉我 是吗